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人从书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厚厚的一大桌书稿 他告诉张文英 他想要出版这部普什图语词典 而这部词典的总字数有两百多万 带着他的样稿 还有他写的一些说明文字 感觉他好像对商务是否能接受这个普什图语汉词典 心里不是很有把握 有点醉醉不安的感觉 老人名叫车洪才 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退休教师 他向张文英一再强调 这本词典是商务艺术馆34年前交给他的任务 而对于这个久远的任务 张文英的心里充满疑惑 正常的一个出版的一个流程 先申报选题 然后管理里面一个立项 就是管理有一个选题组来审批 审批之后才是正式的立项 但是我在商务这二十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 车老师来确实是第一次 我才知道有这么一本词典 车洪才老人拿来的普什图语词典样稿 引起了张文英极大的兴趣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两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使用人口仅有三千万左右 这个语种在我国国内 一直没有可借鉴的工具书 并且她的使用国阿富汗受到世界的关注 而这本普什图语词典样稿的出现 给我们国家的对外交流 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现在国内懂 懂这个语言还不是说从事这个工作的 可能也不会超过一百分 那么就是说在这些懂普什图语的人里面 他又未必从事这个工作 那就说他的读者少 然后有能力去编写这个 不管是普什图语的教材 还是词书的 那就更少 作为外文编辑室主任的张文英 如果决定要接手这部词典 就必须先要了解清楚 有关这部普什图语词典的来龙去脉 根据车老师提供的线索 他得知 当初负责联系车老师的人 名叫孙敦汉 孙敦汉曾经和张文英同在外语编辑室工作 但是孙老师早已退休 两人少有联系 张文英到商务印书馆的人力资源部 打听孙敦汉的情况 可是他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据他的家人讲 孙老师突发脑溢血 现在已经住院了 而且没有办法跟人交流 这点也非常遗憾 孙敦汉老师生病 无法进行语言交流 张文英便将目光聚集到了 封存在馆内的旧档案上 希望能够找到跟普什图语词典有关的线索 寻找中 他意外发现了一份复印件 文件的内容正好印证了 车红彩老人的叙述 这竟然是一个国家任务 就是75年那个全国第一次词书规划的一个文件 当时看了一下里面正好有一本 就是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曾经分别在1975年和1988年 先后进行过两次全国性词书规划的工作 这两次全国词书规划的制定翻部与实施 对我国词书的编撰与出版工作 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 1975年的词书规划会议中 共规划编撰出版160部中外语文词典 所涉及的外语词书有英语 日语 西班牙语 和阿拉伯语等 普什图语也在几例 按照惯例 每个词书基本的信息 最后都会写上编写单位和编写人 但普什图语这一栏后面是空白的 所以事情虽然得到了印证 张文英的疑问却也随之增多 为什么这个项目自己多年来毫不知情 而又是为什么一个任务 竟然用了三十余年来完成 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那么车洪彩是在怎样的机遇下 接受了这项国家级的任务呢 张文英决定从这里入手 来探寻几十年来 发生在车造师身上的故事 车洪彩一家住在传媒大学的家属区里 两室一厅的房子里 摆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家具 虽已陈旧 却被布置得十分有条理 76岁的车洪彩 四年前刚刚从普世图语教学一线退下来 而退休的这头四年 又全部用于词典编撰工作 张文英发现 整个屋子到处都可以看到编撰词典的痕迹 张文英的到来 让车洪彩老人既意外又兴奋 他向张文英讲述了自己 和普世图语词典之间的故事 一段长达三十四年的往事 由此揭开 原来 一九七五年 我国第一次词书规划会议后 商务艺术馆便主手到处网络外语人才 作为全国少有的叫余种人才聚集地 国际广播电台 理所应当的成为了商务艺术馆的最佳合作伙伴 而当时车洪彩就任于国际广播电台 在七八年他们就找到国际广播电台 当时也讲了这个会议的精神 就是我们今后要开展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 这样的话呢 一把词典 编写词典的意义很重要 当时大家一致地认为 应该接触下来 交谈中 张文英真切地感受到了 这位老人对于普世图语工作的热爱 他不禁好奇 车洪彩是怎样和普世图语结缘的呢 没想到张文英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这竟然又是一项骨家任务 而时间还要追溯到1955年 55年万龙会议之后 我们跟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 增强了 增救了 特别是亚洲的更多一些 万龙会议 是部分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 在印度尼西亚万龙召开的国际会议 从那时起 在诸多亚非国家当中 外交一词显得尤为重要 而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不容乐观 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 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 有几个新建使馆 甚至派不出前往驻在国的翻译 所以周总理就只是 要从全国高校抽调外语学生 我那时57年入北外学英语 大学三年之后抽调出来 学阿富汗 学了普世图语 张敏是当年与车红才一道前往阿富汗学习的同学 1959年国家一共派遣五名学生 前往阿富汗进行普世图语和波斯语的学习 我们五个人呢 三个学普世图语 两个学波斯的 你们现在就按照你们住的房间 你们三个呢 就学普世图语 他们两个学波斯 就这样就定下来 随机分配任务后 有三名学生进入普世图语组 张敏与车红才均在其中 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接待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来学习语言 对于阿富汗也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 这是一本杂志 叫喀布尔杂志 是阿富汗普世图语学会的机关刊物 是1959年 这一个一期 这个杂志的主编呢 是我们的普世图语老师之一 他听到我们来了以后呢 感到特别兴奋 也非常高兴 所以就像我们提出来 在他的杂志上呢 要看到我们三个学普世图语的照片 做一个简讯来刊发出来 这是车老师 这是我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三个人 他的这个基本意识内容呢 就是简讯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对这个三个学普世图语的学生 表示欢迎 并且预认他们学习取得巨大成功 23岁的车红彩和伙伴们 开始了在阿富汗为期三年的留学生活 不休寒说地完成了所有课程后 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普世图语 同时不同于出道阿富汗时 盲目服从的心态 车红彩对这门较为小众的语言 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普世图语本身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 从其量使用普世图语言三千万人口 比北京的人口稍微多到 但是他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一个国语 他的一个官方语言之一 不能简单从人口人数 小于一种什么非同用语 这样来看他 他的政治也很不同 1963年 回国后的车红彩被作为外交部 驻外大使馆的后备力量 被暂接到国际广播电台 开办普世图语广播 后来由于普世图语人才极度缺乏 上级将他和几名同事 调至北京广播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力图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 结果刚刚培养出两届学生 全国便进入十年特殊时期 1978年 车红彩再次被借调回国际广播电台 也正是在这时期 他接到编撰普世图语词典 这项重要的国家任务 为了安心编撰词典 车红彩返回传媒大学校园 当时的外语系没有非同有一种招生 在这种情况下 我跟领导谈了 我代表词典回来 我要编词典 现在学校里也没有其他的 你不招生 我来搞词典 他说那给我们提供一个办公室 另外我说我一个人编词典还不行 我说在我的毕业生里边 有改行的 我想借一个借调一个 学校当时就同意了 我们可以除气吊涵 这样我就推荐了宋强民 宋强民于1963年 进入北京广播学院 学习普世图语 是车红彩教的第一批 普世图语专业学生 这是车红彩与宋强民 唯一的一张合影 那一年车红彩42岁 宋强民37岁 我们当时没有电脑 只有那个大字机 编一本词典 它有个经常都要需要增加新的词 或者删掉词 如果写到本子上 那就很不方便 不能动的 用卡片来积累资料 这样它便于编排 但是卡片很贵的 从街道的小厂子 它有下脚料 给我们把它切 按照我们的卡片的要求 切成大小 基本上是10乘13厘米 这么个卡片 这样就是空白卡片有了 我们就开始确定词意 我们计划就是5万词条 开始时候以为了 两三年就差不多 把它编出来 以为有蓝本可能会快一点 但是实际上做起来 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那时除了需要 解决卡片的筹备问题 更大的困难 则是国内没有任何一本 跟普什图语有关的词典 可以借鉴 后来商务印书馆 辗转从俄罗斯找来一本 俄语普什图语词典 进行转译 也就是车鸿才所说的 词典蓝本 这个就是一个蓝本的词边 它已经翻译成汉语了 这个呢 它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 俄语词 也语词多译 有好多意思 它的意思里边 它汉语译出来以后呢 普什图语没有这意思 有的呢 俄语转了译了 它也是照这个 这个就都不能表示 原来普什图语 和汉语之间关系 词典最重要的就是准确 解释准确 不然的话你有什么用呢 插了半天 这个似是而非 那是无人子弟的 于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通晓俄语 英语 波斯语 普什图语的车鸿才 只好又找来普什图语 波斯语 波斯语 英语 普什图语 乌尔都语 等多种版本词典 互叫来确定 每一个词的准确含义 就摆了大概五个架子 五本词典 同时敞开 全是这一个字母 然后呢 我就可以一个一个地去看 这个语言这么解释 那个是那么解释 这样的情况 就是几种语言的比较之后 我才确定 这个蓝本上这个词 哪个词有 哪个词没有 哪个对的 哪个解释不对的 所以比我们开始 想的呢 慢得多 有大概将近四年吧 我们就完成十万张卡片 十万张卡片 也就是那边词典的百分之七十 孙冬汉呢 开始比较密切 次数比较多 经常过来 到后来呢 因为词典在进行 也没有更多的人提出要求 他就来的次数就少一点 但是呢 每年都要过问几次 速度怎么样啊 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有困难没有啊 这样的情况 他也挺关心的 在回到传媒大学的日子里 他与宋强民全身心投入到 词典编撰工作中 有时遇到一两个难度较大的词条 态度严谨的两个人 会为此花费 整整一天的时间 来商考编写方案 这伞架子了 这是一半 看一半在那放的了 这红彩用四年时间 完成了朴实图语词典 编算的百分之七十 张文英以此规则 再有一两年的时间 他完全可以初步完成整部词典 但是 为什么这部词典出现在商户印书馆的时间 会是在三十多年后呢 原来 就在车红彩 想要继续完成剩余的词典编算任务时 传媒大学一个接一个的任务 也随之而来 这让一直脱产编算词典的车红彩 不好意思推脱 从调研创建新专业 到校立学校干训部 车红彩的时间 几乎被完全占用 下情况就硬着头皮 把卡片 先收到卡片柜里面 十点就停下来了 不能编了 做任何事都一向认真的车红彩 出色地完成了 学校交给他的每一个任务 干训部也因为车红彩的加入 逐渐演变成 如今传媒大学的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我也没时间就跟他再联系 在想词典 那个任务相当重的 持续忙碌的工作 让车红彩没有时间再次拾起 普世图与词典的编算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孙敦翰逐渐失去了联系 那时车红彩已经50岁 从刚开始的愁愁满志 到后来的身不由己 何时完成国家任务 已经成为他心中最大的未知数 车红彩的老伴薛平经常帮助车红彩 整理单词卡片 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20多年 因为对于车红彩夫妇来说 最难过的一次经历 要是这些被清除了全部心血的卡片成果 差点付诸东流 那是87年的事情吧 老车到干军部 四年将近五年的时间了 我那个编制点的办公室 在那个五号楼的二层 路过那个楼的时候 顺便进去看看 有些工人在那出口尽尽的 后来我一看我卡片贵 怎么跑到水房来了 对面是水房 水房比较潮 这工人呢 中午睡觉休息 他把卡片掏出来 扔到地上 扑了一笔 有的扔到窗屋外去了 前一天下雨 结果有的泡动在水里 有的烂沾的泥 那个卡片上也有踩他们脚印 哎呀 然后我这心疼死了 太气得够呛吗 说你们这是犯罪 我说你刷的墙 我重新给你毁了 你愿意吗 我这那么大的精力 费多大劲做一张卡片 你随便都给我毁了 哎呀 把卡片捡回来吧 捡我还捡不过来 那么多 薛平跟着一块去了 一张一张我会捡 这个卡片从那天开始 就落库到我们家来了 然后我就坐在小板凳上 一张一张一张 替爸爸去捋这个 有的中间已经断掉了 丢掉了 捋不上找不齐的 就那样一袋一袋 给他帮到旁边 把伞的七零八落的卡片 收拾回家中 车红彩一张一张查找 核对 沮丧之余 却更加坚定了 他心中的想法 不论陷入怎样的困境 自己都一定要完成好 这项国家给予他的任务 此点的事是 我半截没放下的 没有完成的事情 我根本就放不下的 这个事情 1988年 机构建立起来了 人员这个操作 甚至连涵寿站的人 经过那么几年的培议力批训 都知道涵寿怎么办了 我就在那个时候 我给自己每周两天 回来家搞字典 那时候先整理卡片 卡片呢 我原来丢过一些 我就查对 哪些丢了 能补作 然后逐渐的把它补起来 另外呢 就是卡片 它这个都编号的 办公室又有那个 就是复印机了 我把卡片 按到号 把卡片排成 一张纸一张纸 这么复印 就是别再丢 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做了 开始做这个工作 为了能够有机会 继续普实图语词典的编撰工作 车红彩 除了定期整理 补充卡片 还保留了一个 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父亲每天早上起来 要读阿富汗语的 就是他有一些 就是阿富汗的报纸 从阿富汗使馆 他们有信使带过来的 完了外交部再给他寄过来 这些报纸真当宝贝呢 是 报纸都黄了 一卷一卷一卷 自己看完了再收起来 就每天都念 弟弟老学 他听不懂是什么 他就 后来我们就给儿子 起了个小外泡 就 从小 父亲给我们概念 就是 他确实学到的东西 他不愿意忘掉 就在车红彩 终于能够腾出一些时间 编转朴实图语词典的时候 1989年 急需懂朴实图语 和英语双向人才的外交部 向传媒大学请求戒掉车红彩 前往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突如其来的任务 再次打乱了车红彩 编撰词典的安排 此时的车红彩已经53岁 对于这次的任务 车红彩的内心 有着另外的矛盾 我就是在编字典的过程 也始终没有忘记阿富汗这个背景 我编字典本身就是跟这个 一直在连的 我这个到使馆工作 实际上是对我外语的一个恢复 也是为我编字典也是个准备 如果我朴实图语再讲不起来 我还编什么字典 但是另外我有想顾虑 人家都干了外交工作 二十几年了 一点都不断的 不断的干 他好一两两二十几年 跟人家下 差二十五年的距离 哪能一下就 一下就接上了 但是他很能干 很能接受新事物 在刚刚到达巴基斯坦的一段时间里 为了能更高效地独立完成外交工作 五十三岁的车红彩 努力学习驾驶技术 外交礼仪 让自己尽可能融入到 深受朴实图语文化影响的社会容许 我也看一些过去的发的报啊 什么的 使馆的工作 跟国内联系主要科研报 那是密研 这个另外有些大事迹 就是这些东西 还有这个熟悉阿波汉的情况 属于巴基斯坦外交情况 这样 三年后 车红彩从中国传媒大学退休 连续多年紧张忙碌的工作 终于随着退休告一段落 2000年 64岁的车红彩 接到了曾经的合作者 宋强民的噩耗 上面走了 去世了 哎呦 我是没有想准备 宋强民的去世 让车红彩感到生命的无常 看着堆在家里的一摞摞卡片 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紧迫感 一大堆卡片的堆在那儿 那家里弄不好 一堆废纸 不是我一个人的劳动成果 那是好多人的劳动成果 我不能把它作废呀 花甲之年 车红彩仍放不下国家 交给他的编撰词典的任务 也就在这一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普什图语部又一次找到车红彩 我们现在是情况不接了 这个 现在呢 你们培养的学生 63年和64年的学生 最小的 已经是54岁了 再过六年就全部 全班退休 为了培养更多的普什图语人才 普及普什图语 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车红彩接受了这个任务 他找来当年一起留学阿富汗的同学张宁 共同来完成普什图语的教学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为学生们编写教材 教我们的实话 我们已经60多了 我就觉得他的经历非常好吃 我们当时还上课的时候都是老师在黑板上写教材 抄课文 我们在抄的本上都没有现成的东西 跟年轻人在一块 这个又有朝气 又可以把这个我们学的东西传给他们 挺高兴的 从编写教材开始 车红彩和张敏凭借多年从事普什图语所积攒下的经验 编教学 编写课文 终于完成普什图语教材 这是传媒大学自1963年 开始普什图语专业以来 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课文 但是没有词典 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仍然感到吃力 没有词典只有很难学 老师也不可能每一个诗面都给我们讲 所以想这个学习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字 真的没地儿查 你只能问老师 有了这个字典 大家学普什图语也方便很多了 那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知道 车老师有一个几十年来未了趣的行为 他就跟我们提到 说以前有70年代 曾经有过这个字典的编转的计划 但是后来一直都是由于种种种种原因一直搁置 希望赶紧的就是趁着自己体力还好 然后赶紧的把这个事做完 不要再拖太久了 我说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我说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将来我要补上 要出完 要给你们提供这个方便 我两次学生毕业我都讲了这个话 所以这个我从来没动摇过 我作为一个承诺 我应该把它完成 2004年第一届普世图语专业的学生毕业 除了两位留校当老师 其余的学生迅速补充到国际广播电台 普世图语部 为电台摆脱即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就在那一年 车红材在国外网站下载了普世图语的软件 并把它转给学生们 而且用了以后 这个效果就很不一样了 马上我们就 他们就上了网 而且除了报 就普世图语的 因为这个是国际台的那个 没有这个普世图语电脑 他根本就做不到 原来用打字机不可能的 2008年 车红材和张敏培养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后 被分配在国家各个重要部门 外交部 新华社 这个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还有安全局 北京市安全局 上海市安全局 还有这个边防检查站 就是这个机场 到后来现在成立公安部的这个反共办公室 也有我们学生了 学生们在工作实践过程中 会接触很多普世图语的方言和礼语 那么有一本涵盖面广 普及面膏的普世图语字典 显得尤为重要 口语 现在我们比较翻译方面的短板 就是平时那稿子生活化一定的 稿子翻起来就比较费劲 因为这些字典一直没有 工具书缺乏的话 对工作影响其实还很大 最终 彻洪才和张敏一同商量 决定退出教学一线 在90年实现对学生们的承诺 实现对自己的承诺 把国家交付的任务完成 为了加快普世图语词典的编写进度 彻洪才学会了用电脑 实现了电脑落入普世图语 那年他72岁 初期电脑经常崩溃 早些年就是整天白干的 然后最开始忘了存盘子 或者说中毒了 整个电脑系统完全崩溃了 就根本就恢复不起来的那种的 普世图语 它是从右往左写的 然后咱们汉语是从左往右写的 它那个输入法跟中文 再弄在一起 经常就会乱七八糟 就是你哪个件 如果没按好了 整个全乱了 然后就得从头来 所以经常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也做不了几条 每次系统一出现状况 彻洪才都茶饭不思 甚至几个月不出门 来弥补损失 而这样进行大量的重复工作 所以视网摩托洛 可谓是给这位听力 已退化严重的老人 雪上加霜 看什么都猛猛活 什么也看不见 最后把那个玻璃晶铁换了 换成那个人工的 但是换完了以后 他还是不爱画 换完了以后 人家让戴眼镜戴墨镜 不要用眼镜 好好休息 哎呀 没几天又开始折腾这个字典 2012年 76岁的车洪才 和张敏编撰的 朴实图语词典 顺利脱稿 此时 车洪才又开始担心起来 辗转34年 商务印书馆 是否还记得 当年曾委派自己的 这个国家任务呢 这个我这词典在哪儿 出何事 据我所知 您这本书 没有分给别的出版社 就是88年 可能那个重庆 那次是第二次 全国词书规划 没有提到 所以说您的这个项目 还是在商业 这个您放心 对对对 经过了两年的编改修订 2014年 商务印书馆 已经凝聚了 朴实图语词典的 出版时间为 2014年 言底 在词书规划里面 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个整理 就其中没有完成的 还是有相当数量的 因为当时的那个 就是从编者的角度 它的就是编写的条件啊 都比较艰苦 就可以参考的资料很少 因为像我们商务承担的 就是外语这一块 就是小鱼种的偏多 就是小鱼种 就是基本上国内 没有任何县城 可以参考的东西 俯视图语这个事情 可以说是一个惊喜 就是这么多年来 特是他们还在坚持 能做能把它做完 这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 离词典出版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今天 车洪才和张敏 一同来到了商务印书馆 参加出版前 最后一次商讨会议 在会议上 车洪才向张文英 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而这个要求 在张文英 网联的出版工作中 从未遇到过 车老师一再地跟我说 一定要在出版的时候 就是宋强民老师的名字 一定不要打黑框 我们应该是 大家都在来出这本书 是活生生的一本书 他希望的是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就好像宋强民老师 还活着 他活着看到这本书 出版这一天 36年 一万三千多个日夜 十几万张卡片 两百余万字 从二十几岁的青葱岁月 到近八十岁的茂蕾之年 青丝变白发 车洪才老人 始终没有忘记 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 我是想要做些事情 这一点是最基本的 我做一件事情 只要把它做好 这也是我的一个信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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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